我选择的是强迫社会大众再一次的给予那些加害人机会 与带哽咽一字一句都是悲伤与愤怒 她是2022年台南杀情案殉职远景图名城的姐姐 去年11月台南地院一审宣判凶贤林姓武死刑 尺多公权中申案件还在赏诉中 对于宪法法庭做出限缩死刑解释 图姐姐担心会不会对杀情案后续审理出现影响 判死刑的条件限缩了 是为了保障加害者的人权 那那些被害者失去的生命呢 他们在做出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 当他们跨过那条线以后就不能够再用一概的 就不能再用同样的标准去审视他们了 2022年8月22日台南远景图名城和曹瑞杰 在追查失窃机车时意外发现 从明德外溢间逃脱的林姓武 双方爆发激烈扭打 林姓武先以折叠刀对两名远景猛砍55刀 再抢走警用配枪连开6枪 造成涂名城和曹瑞杰失血过多身亡 因为我们的家人死掉了 我们觉得只有死刑这件事 才能够些许的贫富我们受害者家属的心情 我希望我们恳求 已经宣告的死刑应该要立刻牵截伏法 然后去彰显公理正义的存在 图姐姐认为如果担心冤狱 应该先对审理过程进行检讨 而不是一味否定死刑存在 对于弟弟王子 心情始终难以平复 在等待后续审理程序的同时 受害家属期待的其实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功利与正义 我只有想要说谢谢大家 没有忘记他们 今天宣告报道